哈喽 大家好 我是拉凤牛 这期带大家来看一下这辆即将成为第二辆QS幻境的免费A车狂丝 先来围观一下外观 从外观看上去还是挺肌肉的 有点像大黄蜂的感觉 车身还有流水式的光效 不得不说 现在的免费车确实外观做的都不错 那这辆车一开始我记得是去年的9月份曝光的 那时候还做了个体验展示的视频 当时猜测这辆车是点券车 也算差不多猜中了吧 毕竟那时候都没有QS幻境 但是没想到的是一年后的今天才发布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目前被曝光的特性 起步30秒内小喷动力加11% 且没有日动机器4% 从这个特性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个车的性能了吧 可以说这车的特性连很多的宠物都比不过 甚至连我们的老伟哥圣殿提示都比不过 那这时候我就想给各位官方大哥提个建议了 就是能不能提升一下任务A车的性能 虽然说这玩意它不花钱 但是要时间去做任务呀 又想提升玩家的活跃度 又不想提升任务车的性能 那我只能说很多人的估计都会像我一样 连收藏的新都没有了 再说了提升一点这个任务A车的性能 它并不影响这个客金A车的销量呀 各位小伙伴们你们说对不对呢 好了谢谢大家收看 喜欢的可以点赞关注一下 好 好